好我们就来看看这开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张德正 他上个礼拜呢 府方正式向台北地检署提出了告诉了 至少对他求偿三百万 那么如果再加上这防弹门的毁损 恐怕是上看千万元 在加上之前他任职的沙石车公司也要向他求偿 那么家属就说 张德正听到的时候心情很平静 只说他一定会负责 张德正这一撞总统府求偿三百万 总统府来应的台北地检署 已经收到总统府的要件 要控告他毁损既无罪 正门的铁栏杆再加上防弹玻璃门 以及建筑物毁损的部分 这些钱府方表示不能全由纳税人买单 这还不包含两千一百万的防弹门 只不过不止总统府就连张德正任职的沙石车公司 也要他求偿 两方面的压力对他来说 他听到的时候有怎么样的反应吗 他就是很平静啊 工作啊工作看还吗还是怎样 我不晓得了 反正他说他会负责啦 这两项加起来的赔偿金 早就超过张德正所能负担的经济能力 张姐姐说现在他还在休养 伤势已经恢复不少 希望未来能够用分歧付款来清还这些债务 记者叶玉桶 方伯峰台北报道